在投一個變化球的空間 連續三個直球 但還是一樣打成了一個不一樣的飛球 這個球 捕手是 碰到手套但是彈得出來 這個球馬剛咬得不錯 在左外方向 HOPERON 果然是這個界外飛球 沒有給他接吻的情況下 讓馬剛再多一個機會 這個球就掌握住了左外方向的陽春全雷打 幫助中信兄弟現在是把比數追到只剩下一分差 連續五個直球的揮棒 總是要逮中一球 還包括一個可能捕手這邊沒處理好的 讓他再多適應的兩球 終於把這球給扛出去了 可以看到這個設定的揮擊 基本上就是全部抓直球 全部全力揮擊 那前面其實把握度一直都沒有拿出來 但是 就是